一天晚上回家的时候 我就在我们那个商家群里面有看到 然后很多人都在反应 就是说最近遇到吃货比较多 然后后来呢 我就当时过一遍 然后看一下 应该不会到我这 是吧 然后第二天 第二天我一上班你知道吧 就发生非常有趣的事情 江先生说的有趣的事情 就是他也遇到吃货了 这里说的吃货和吃美食 没有任何关系 而是指有人通过一些手段 想办法把商家发的货吃下 同时还能收到退款的行为 江先生的淘宝店主营各类运动鞋 6月29号 一位网名叫贾斯丁28的消费者 购买了一双500多块钱的运动鞋 7月6号 以尺码不合适为由 发起了退货退款 江先生同意了 几天后 退货退款顺利完成 8月初 又有一位叫贾斯丁25的消费者 对7月11号购买了一双鞋子 发起退货退款 由于已经过了7天 无理由退款期 江先生拒绝了 对方向淘宝小二发起投诉 表示已经完成了退货 申请小二揭露 把单号上传上去 把他第一个交易成功的 就是退货成功的 那个单号上传上去 然后直接淘宝小二揭露 给淘宝小二造成一种误导 然后淘宝小二给他认为 这个件签收了 就给他给他退货退款了 贾斯丁25上传了伟号2170的快递单 根据物流信息 这个快递7月19号 江先生已经完成签收 据此 淘宝小二做出了判罚 给贾斯丁25退了600多块钱 江先生说 伟号2170的快递单 实际上是之前贾斯丁28 这位客户退货的单子 再结合两人的账号名称 如此相像 江先生推断 背后的使用者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对方利用同一个退货快递单号 吃掉了这双鞋子 介络之后 然后他跟小二说明 我这个建议退货去给他 然后小二他会出约 我要稍微照顾一下买家 因为买家是弱势群体 然后他们反对分子 就是通过这个 偏袒的这个一点点小动机 然后进行了这种违法操作 记者注意到 在淘宝小二介入后 江先生实际上已经声明了 对方提供的快递单号 是其他货品的退货单号 但小二依然做出了 有利于消费者的判罚 对此江先生却并不想过多责怪 我没有提醒 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经历过 我们感同深受过 所以说我们知道 因为他们也是利用这种手段 来诱导小二诱导 不断地诱导他 然后给做出错误的判罚 江先生发起申诉后 平台方更高级的工作人员 介入此事 调查后对方表示 买家使用的是 历时已使用的退货单号 是小二错了 此时江先生已经通过 那名买家上传的退货凭据 在结合对方收付款的支付保障号 查到了此人名叫某某机 江先生通过淘宝旺旺把已经报警的照片发给了对方 很快对方通过支付保把钱转了过来 江先生给记者看了他家的一个商家群 里面经常有人反映遇到了吃货 他告诉记者 这次上电视发声 就是想提醒商家和平台 同时警示那些别有用心的人 商家也是人 买家也是人 那么人与人之间应该 应该怎么说呢 真诚一点 因为这种事情 如果我不做 对吧 大家都不做 那么这种人就会越来越嚣张 但是如果我做 引起社会的关注 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对双方一种保障 1818黄金一人记得报道